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投资美国股市吃的主题 特别是深入探讨两支备受关注的ETF SPI和VO 我们将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两支ETF 包括它们的过往绩效 管理费用 投资增长 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性 希望通过这次分享 能够为大家的投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两支ETF的基本情况 全称为SPDRS和P500 ETF Trust 由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发行 它的目标是share-share复制并追踪标普500指数的表现 这个指数涵盖了美国500家大型上市公司 代表了美国股市的整体走势 SPI的特点是 ashare流动性极高 交易量巨大 这使得投资者能够以较小的买卖差价进行交易 其这收费用率为0.0945 我们要吃 哦 即Vanguard S&P500 ETF 由首先锋集团发行 与SPY一样 VOO也追踪标普500指数 持有500家大型美国公司的股票 VOO的特色在于费用率极低 仅为0.03 这使得长期投资者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 此外 VOO采用开放式管理型基金的结构 允许更灵活的投资策略和股息再投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过去10年这两支ETF的绩效表现 从2013年至2022年 KURSE的收盘价从STATS184.69美元 增长到STATS183.15美元 而VOO则从10643.69美元 增长到STATS184.69美元 两者的增长趋势非常相似 这是因为他们都紧密追踪 所标普500指数 在这期间 指数经历了多次市场波动 例如2018年的市场调整 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影响 但整体而言 呈现了上升的趋势 在SUR管理费用Mentra方面 SPY的费用率为Bettershy 0.0945 而VOO仅为Chur 0.03 费用率的差异 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 会在投资回报中产生累积效应 较低的费用率 意味着更多的资金留在您的投资中 Chur从而获得更高的福利效果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投资增长情况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 假设您在TORR 2013年底 投资了3000美元 吸了到SPY或VOO 并将所有的TORR股息再投资 到了TORR 2022年底 TORR您的投资将增长到 约TORR 7417.48美元 增长率约为TORR 147.25% 这表明长期投资和TORR股息再投资 对于资产增值有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展望未来 如果现在投资3000美元 未来10年后的投资价值可能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情境进行预测 乐观情境 假设平均年回报率为 10年后的投资价值约为 12,136.80美元 中性情境 采用过去10年的几何平均回报率 12.57 投资价值约为 9,792美元 悲观情境 假设平均年回报率为5% 投资价值约为 4,886.70美元 需要强调的这些预测 仅供参考 C,实际的投资回报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经济状况 市场波动和通货膨胀等 我们不能保证 未来的回报率会与过去相同 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 SRCH SPY和OO之间的差异 1,发行商不同 SPY由道夫环球发行 VOO由认识着先锋集团发行 投资者可能会根据对发行商的信任度和偏好 来做出选择 2,费用率不同 SPY的费用率为0.0945 VOO为0.03 trend 在长期投资中 VOO较低的费用率可以为投资者节省更多成本 3,基金结构不同 SP属于单单为投资信托UIT 投资策略较为限制 股息在分配前以现金形式持有 可能导致资金未充分利用 开放式管理型基金允许更灵活的投资策略 股息可以立即再投资 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4,是流动性和交易量 SP的交易量是全球最大的ETF之一 而且是流动性极高 适合需要平凡交易的 VOO的流动性 不错 但相对而言更适合长期持有 刷实的投资者 5,单位价格 SPY的价格通常高于VOO 对于资金较少的投资者来说 VOO可能更容易进入市场 综合以上分析 如果您是长期投资者 注重低费用率和资资金效率 那么VOO可能更适合您 如果您需要频繁交易 重视是流动性 高流动性和交易量 SPY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 T,投资有风险 过去的绩效不带有未来的结果 在进行任何投资决策之前 建议您营肃评估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 并考虑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化 如果有需要 请查咨询专业的财务顾问 获取个性化的投资建议